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百家姓 为什么要用赵钱孙礼来开头呢 俗话说得好 张王李赵是遍地流 在所有的姓氏当中 王姓 李姓 昌姓 赵姓这些都是人口最多的大姓 而流姓呢 它不光人口多 分布也是最为广泛 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流姓的存在 赵姓作为大姓之一 百家姓以赵姓开头 其实那是可以理解的 那为什么前姓孙姓会排在李姓 王姓这样的大姓之前呢 说是有南宋的一个学者叫王明清 曾经在预兆新智这本书中记载过 百家姓是谁写的呢 是两者前世有国时小民所著 如果换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呢 百家姓的作者是前世吴越国的一个小民写的 小民呢 指的就是没有什么名气的读书人 所以从时间上来推断 百家姓应当就是成熟于北宋初期 所以您各位想啊 北宋初期谁是皇帝 赵家呀 赵匡义呢 赵姓那是国姓 因此作者将赵姓列为百家姓的第一姓 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而前姓则是吴越国国王的姓氏 因此列在书中的第二位 孙姓呢 是当时宋朝皇后的姓氏 因此啊 被列为了第三位 离姓呢 则列在第四 那是因为南唐后主姓李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当时唐朝呢 已经灭亡了数十年的时间了 但是在老百姓的心里 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的 所以对咱们今天故事的说法 您各位又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呢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聊聊古人为何要发明鞋子 真的是用来保护脚的吗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